这些的情报站 我们又回到了停车场里给大家拍 之所以不戴口罩的原因 是因为我周围五六米之内都没有什么人 我既不影响别人 别人也不会影响到我 另外呢就是如果戴着口罩给大家拍视频的话 这个眼睛上全是那个哈气啊 非常的影响视线 言归正传啊 在上一期的情报站当中呢 我们的评论区啊 沦陷了啊 被大众的车友们成了他们的一个聚会 他们不停的在反馈自己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故障 其他品牌的这个车友呢 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们觉得最高兴的事情 莫过于别人买的车毛病比自己的车多 对吧 OK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一下大家在用车选车方面的问题 最后来聊一聊大众车 他到底还能不能买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 是微信网友都拉咪问的啊 他想给他的老爸买一台带步车 三四万的预算要求呢是油耗低可靠性好 不知道是该买二手还是国产的这种新车 因为父亲不是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生活在乡下 维修条件也比较差 所以希望能稳定性会放在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优先 比较高的优先级吧 首先非常的佩服你啊 特别的孝顺 给自己的父亲买车 我也有这样的一颗孝心 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爸要是买车的话 他只能靠我妈了 你说这个三四万的这个预算 我们可以扩的稍微大一些 就是三万多四万多嘛 就是三到四点九九万这样的一个区间 虽然说把这个区间拉大了一些 可以有很多的二手车的这样的选择 但是如果是去买新车的话 我也是不太建议的 因为在品质这一块 包括驾乘体验 包括做工业 包括可靠性这一块 可能有点欠缺 回归我们的主题 如果是二手车 然后比较的省新 比较的省油 我印象当中有这样几款 首先是马自达的这个创世蓝天 然后本田的这个地球梦 都是非常的省油的 然后像另外一个 可能你比较少关注到的 就是我们陵木的这个车子 也是比较省油的 像陵木的那个企悦 我前一段时间刚刚测 1.6的那个发动机 也是我们重庆选择的那个出租车 这个车子呢 在日常市区驾驶 也就是七升左右的油耗 还是能够符合你这样的要求的 如果说比较在意这种品牌形象呢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 大众系的车子 一般来说像我们父亲这种年纪的话 他们还是比较在意自己开的车子 这个牌子的 虽然大众车在很多我们诺粉的心目当中 可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但是在老一辈人的心中 这个品牌的号召力还是比较强的 大众系的选择呢 3到5万 3到4.9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趋向 我觉得可以选择七年八年 或者九年车龄的这样的 大众的1.4T的这个EA111发动机 比如说像朗叶 宝莱都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你选择一个手动挡的话 它的油耗会更低 而且1.4T的这个平台 从111到211 它的稳定性都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放心的选择 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呢 是微信网友 独独独独独独男人问 这个名字太坑了 请问17款的杰德机油增多 乳化的问题还严重吗 二手车还能不能买 机油乳化和增多呢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分开说 先说乳化 之所以机油会有乳化 是因为机油里面的水含量升高 然后在机油泵的这种搅和的这种作用下 就打出了很多的气泡形成了卡布奇诺 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我们的机油里面呢 又有抗炮添加剂 抗炮剂的这样的一种添加剂啊 它的目的呢 也就是为了能够减小这种泡沫的生成 并不能够完全的阻断 之所以机油里面会有一些水分那种增加 它的最可货手还是我们的游戏分离器 说到游戏分离器 大家会想到大众的EA88 它游戏分离器分离的效率不高 然后会有很多的这种 混合着机油蒸汽的这样的气体啊 吸入到我们的燃烧室里去燃烧掉了 造成机油消耗 但是这个东西呢 是另外一个极端 而我说的呢 这种游戏分离器的问题呢 是它所用的叫做迷宫式的游戏分离器 它是一道一道的阻拦板 这个在我们的一些小排量的车型上 是特别的多件 也可能是因为漩涡式的 大众所用的那种漩涡式的游戏分离器啊 这个实在是工程师们都不敢用了 所以都用了这种迷宫式的这种游戏分离器 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低速的供况下 负荷不够的情况下 它这种抽吸力不够 气流都被阻挡 阻挡在我们的这个曲头箱当中了 吸不到我们的这个进气吸管当中 它是另外一个极端 因为我们的这些气体啊 它并不是跟我们的外界 我们的这个曲头箱 并不是跟我们的外界完全的阻隔 这些水蒸气都会有一些内外的这种交换 如果说不能够排出去的话 这个就会造成我们机油里面的这种水含量越来越高 然后虽然有抗泡器的这种存在 但是机油泵一搅和还是会有很多的泡沫 除了机油泵的搅和呢 因为我们的这种曲头箱和我们的这个 西门市就是托轮轴所在的地方 也是有联通的 所以说在那个地方的水含量也不低 然后也会有很多的泡沫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乳化的这种情况呢 一般都是在机油加注口会看到 这个是联通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都是因为我们的油气分离器效率也算是很低吧 就是它吸不过去的这种状态 如果说你的这个车子呢 是高速工程比较多的话 情况就会好很多 但是这个东西可不可怕呢 不可怕 因为从广度上来讲 只要你是小排量的车子 只要你是低速工况比较多 大部分的车子 其实都会有机油乳化的这个问题 第二呢就是机油乳化 虽然理论上来说它没有什么润滑性的 但是只要它流回到我们油底壳里面去 沉浸一段时间 非常短的时间 它就能又会恢复到一个自然的状态 之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其实还是我们抗泡剂在发挥这样的作用 所以不用太担心机油乳化的问题 然后再来说一下机油增多 2019年差不多一年前最火的话题 就是本田1.5T的这个发动机 机油增多的这个问题 它的机油增多主要是因为 我们钢内直喷的发动机 这个L15B的这个钢内直喷的发动机 它把大量的燃油喷射到我们对面 喷油嘴对面的这个气缸壁上去 它并不是一个直上直下的喷射 而是一个斜质式的这样的一个喷嘴 喷到对面的气缸壁上呢 气缸壁上呢 然后就顺着我们的气缸壁流到我们的这个油里壳当中去 然后就会去裂化我们的这种机油 让机油变得非常非常稀 丧失润滑性 这个其实后果还是蛮严重的 因为它会导致我们的机油没有润滑 然后钢壁的这种磨损加剧 本田呢做出的反馈 我觉得也是比较及时比较全面的 它几乎是把所有的教科书上 所有的关于湿壁之后的处理手段给用上了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改我们的回水管 改我们的TCU ECU 把我们的这种喷油的证实和我们那个变速箱的这个冷却水的循环 还有我们那个空调的这些系统啊 空调的内外循环这种东西 对不起 是那个空调的那个暖风这些东西 逻辑全部都换掉了 几乎是把所有的武器都用上了 效果在去年来看呢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在我很多同事买了这个车嘛 然后他们的车子在做完这个召回之后呢 机油增动的情况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 基于此呢 我觉得 二手的本田的1.5T的车子还是能买的 当然了就是回过头来讲 就是本田这样的一个雷厉风行的召回 差不多召回了60万辆车 是不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 我们应不应该去赞扬本田这样的一个态度呢 我觉得大家还是保留意见吧 因为不管你是想去拼动也好 还是想做省油也好 对于一个标定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能施壁 你不能把燃油喷到气缸壁上去 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事情 虽然本田在后面的达卷做的非常的棒 全是满分题 但是你前面的事情相当于是把试卷的名字写错了 这个后面做的再好都没有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大家还是保持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 大家对本田还是要有一定的批评 大家不要再让这些车厂不要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了 今天的第三个问题是微信网友棉屯 年前看到了上海站那台相机比车柜的苏牌Cross 307 差点就收了 后来又看到杭州站的那个手动的207cc 现在心里面有点种草了 想问问这几台车养起来会不会特别的省心 标志车的这个做工用料呢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说不上很好 但是也不算差 如果养护得当的话 很多车也是成色非常非常的新 比如说我们那台307的Cross 而你所说的那个206cc这台车 说实话我没开过 所以它开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也说不上来 本来呢 打算春节之后找个由头去一趟杭州 把这车给体验一遍 但是现在有这个疫情的种情况 我也就暂时搁置了这个计划 希望大家也稍安勿躁 等一等我 等一等我的这个用车体会 我们的这个录事笔记 稍微等一下 然后很多人啊 其实想玩赛车的话 他们都会考虑去 刚入门的时候 都会去考虑买一台那个 206或者是207这样的车子 因为这个车子 它的平台啊 底盘操控特别的棒 而它这个平台的这个价格 也是非常非常低 它全球化的福 你还能买到很多标志原厂的赛用零件 这个是其他品牌 很少能遇到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就是206 207这个车子呢 它的整备质量很轻 大概也就是一吨出点头的样子 这个在量产车当中 是非常难得的 稍微改装一下 就可以把它降到七八百公斤 这样的一个水平 而那个到了这个体格的话 其实什么样的发动机装上去 都会显得游刃有余 精力充沛啊 虽然说这台207CC呢 它的这个体重啊 没有达到说是像三箱版 国产版这么轻的这个水平 但总体来说 配上那个1.6T的发动机 整体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澎湃 很有激情的这样的一个小车 那个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它的配置 也要比国产的206啊 207要高很多很多 这些配置 然后再加上敞篷这样的一个元素 总共才卖你八万块钱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 闭着眼睛就能够做出的选择 不需要试驾 第四个问题呢 是微信网友 借地黄曹明健问的 请问涂瑞混合动力板 平时需要注意什么吗 有什么通病 我现在变速箱三四档 冲击比较大 我换过变速箱油和法体 但是没有什么改善 涂瑞混动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 其实针对整个涂瑞车系来讲的话 我们要非要挑它侧的话 就一点就是说 它的这个电子系统 无论是底盘上还是车内 比较多 所以它出问题的点 可能会比较多 这方面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只要你买这个二手图瑞的时候 把它所有的功能都试一遍 包括底盘方面的升降啊什么的 都试一遍 没问题的话 就可以放心的购买 而混动图瑞 你说的这个冲击呢 其实是普遍存在的 不仅是混动图瑞 其他牌子的类似这种混动架构的 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一般不把它推荐 不把它归纳为故障这个东西 我也不推荐大家去针对这个东西 进行一个维修 因为消费比太低了 所以你换法体啊 换变速箱油 我觉得就有点过度了啊 制作以后有这样的冲击呢 是因为 涂瑞的混动啊 它的 混动模式和燃油模式的这种切换 是通过离合器来实现的 这个离合器呢 如果说是出现老化的话 或者是离合器推动它的这个动作 非常的粗暴的话 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冲击 所以说 包括图瑞在内 其他品牌的类似架构的车子 在跑了五万公里 或者八万公里之后 都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 切换模式上的这种冲击顿挫 跑了十万公里 二十万公里的话 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但是整体的这种切换啊 功能性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油耗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变化 相比于其他的混动结构呢 像图瑞这种 发动机变速箱中间 串着一个电机的 我们叫做并联式的架构 之所以叫并联的混动 是因为它们的扭矩 可以互相叠加 电机扭矩和发动机的扭矩 叠加在一起 它的动力性自然就特别特别的好 这是并联式混动架构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点 当然缺点就是说 它特别的紧凑 如果出故障的话 哪怕一个很小的传感器的故障 我们都需要把整个动力总成给摘掉 大家做一个取扯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如果你想做这种并联式的 高动力性的这种架构的话 你有一个门槛 就是说这个车子 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扭矩容量 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变速箱 作为你的一个技术基础 但是能做大扭矩容量变速箱的这个车厂 并不是特别的多 主要都集中在欧洲 所以说欧洲的车厂会更喜欢这样的一个架构 我们去看那些若干年前 五年前十年前的这个德系的那个混动车 基本上都是中间有个离合器的这样的 中间有个电机 有个离合器负责来回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我们曾经也修过一个混动图锐的故障 这个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台车跑了十几万公里了 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的冲击 非常的大 就好像别人追尾了一样 另外就是严重的情况下 就是直接就是全车黑掉 熄火 哪怕跑着跑着的时候 也会咚一下就熄火了 还是比较危险的 车主在很多地方都修了 然后最后找到我们 我们最后经过无数次的努力 无数次的失败之后 发现故障点在哪 在我们的刹车油上 这台车前一段时间换了这个刹车油 刹车油它换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刹车油都抽走了 但是混动图锐的这个刹车油 不仅是供制动系统使用 我们的这个刚才所说的那个离合器 负责切换动力模式的离合器 也是靠这个刹车油来推动 他们共用了同一个刹车油壶 你把刹车油壶里面的油抽走了 你还把它分开的两条管路里面的油都抽走了 但是技师呢 它只排了制动系统的空气 没有去排离合器系统的空气 导致它离合器管路内是残留了一些空气的 冷车的状态还行 气体那个还是勉强能能推动一下我们的这个刹车油的 但如果说热车了 气体膨胀了 这个时候管路内这个空隙就比较大了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离合器不听使唤的这样的情况 然后就出现了动力切换失败 然后就是吸火呀 冲击呀 这个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我们把它在离合器端的那一部分呢 刹车油管路里面空气排完了之后 车子也就恢复正常了 第五个问题呢 是微信网友Xman问的 它的这个奥迪A6L2.7TDI 我们说什么来什么 它在行驶的时候 开窗之后能闻到非常浓的废气味 已经用烟雾侧漏仪测试过了 没有发现漏点 请问怎么办 你能闻到废气 这说明的确是废气漏出来了 但是你用烟雾侧漏仪去测废气端的泄漏 就是我们排气系统的这种泄漏 其实不靠谱的 因为烟雾侧漏仪它更有效的是 在我们的进气端 比如说进气气管 比如说我们空气之后的进气管路这些地方 它的那个排气气管 后面的三元碎化离这个实在是太远了 而且中间还有气门的开闭的这种问题 所以效果几乎是没有 我们一般看排气管上面的那种漏点 就是看它会不会喷一些烟雾颗粒出来 就是我们的积碳会不会喷出来 因为排气当中难免会有这些东西 如果它把周围都熏黑了 说明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漏点 我们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弄 另外你提到就是说 这个废气特别的臭 我就想问是不是尿素 因为如果说尿素系统出了问题的话 这个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尿素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 它只在我们怠速的时候会喷射 这个时候会有如果说控制不好的话 会有很重的这种安味尿素的味道 一般来说这个尿素的味道是让人无法忘怀的 大家一定都能闻得出来这是尿素的味道 而且尿素如果坏掉的话 一般来说都是有故障码的 所以我建议你也可以去读一下故障码 然后确认一下这个味道是不是尿素的味道 这个和我之前说的废气端的这种尾气的这种味道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种故障 两种不同的维修思路 下一个问题是微信网友 亨家之品王孟浩问的 经常看我们的文章 中了柴油车的毒 现在有两款车在考虑 一个是13年左右的柴油卡验 另外一个是13年左右的柴油缆胜 请问这两台六缸的柴油机熟悠熟烈 平时很少越野 麻烦从价格质量配件 以及维修方面综合的分析一下 这两台在维修方面的这种成本 或者说难易程度都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他们的养护价格 都是可以视为同一水平的 这个不需要考虑了 稳定性都还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平时修的也比较少 这两台车 所以我觉得稳定性也都是不错的 如果说你很少越野的话 我一般就是推荐导时节会好一些 因为卡验那种公路行驶的品质 的确是难以企及 保日街造的车在公路上都是王者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而缆胜的相比之下就会软很多很多 这种软还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越野的时候也不能太硬 不然舒适性会得不到保障 但是柴油卡验的保有量实在是太少 基本上是没有车员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要去买的话 可能万一能找到车员的话 可能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万一有什么自己不太喜欢的地方 也只能忍痛把它买下来 或者忍痛放弃它 而下一台车又不知道在哪 而缆胜这一块就好很多 车员供应非常的充足 但是价格又要高很多很多 我去跟同年份的这个 换代之后的这种缆胜 跟那个同年份的这个卡验去比起来的话 高个一二十万 应该是轻轻松松的 所以我觉得这从车架上 和这种驾驶感受上 一会推荐卡验 一会推荐缆胜 我觉得我自己都有点晕了 反正利弊我也帮你分析清楚了 你也可以自己看一看 理性一点的话 如果是最近想换车的话 可能懒胜是一个更加理性的选择 但如果说不是特别着急的话 那就卡验吧 蹦还是值得的 下一个问题呢 是微信网友Chir问的 它有一辆2010款的Q7 3.6 平时开的很少 动不动就是一周不开 在这种情况下 或者是特别低的这种温度 停一夜 第二天呢 就会出现打不着火的这种情况 全车没电 电瓶刚换过不到半年 又出现这种情况 请问该怎么办 像你这种情况呢 其实就是漏电了 那个像Q7这种级别的车 就跟我刚才说的土瑞一样 它身上用电器啊 各种各样的配置特别的多 一旦有哪个 重现老化啊漏电啊 这个也比较难排查 可能你自己也体会不到 你去淘宝上面买一个叫做 台湾漏电侦探的东西 200多块钱 一个小工具箱 里面有好几样工具 使用方法非常的简单 看淘宝店的那个操作视频就可以了 就可以很快的找出来到底是哪里漏电了 这个也不需要麻烦别人 可以省下不少的维修费用 下一个问题啊 是微信网友66问的啊 他有一台05年的土瑞3.2 时速在110左右的时候 驾驶座上能听到嗡嗡嗡嗡那种响声 120公里左右的时候声音最大 然后到130的时候 可能是风噪盖住了 也可能声音小了 反正就是不太听得见了 本地的维修店说过就是要换分动箱 换了之后呢 有一点改善 但是还是比较明显 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根据你的这个描述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到130的时候 声音的确是消失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到130的时候 的的确像你说的 是被其他的噪声给盖住了 如果说是 异响本身就消失了的话 我建议你是往动平衡方面去想 这个动平衡呢 并不是说我的轮胎动平衡 而是说我的旋转间的动平衡 主要就是那根传动轴 传动轴啊 因为它很长 比较大比较重 所以说它也会有不平衡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旋转的时候会甩起来 它身上一般也都会贴上平衡块 就是拿我们的那种板金胶 或者是强力胶 给粘在这个传动轴上面 如果说这个东西掉了的话 一般都会有痕迹 如果真是掉了的话 你试试贴回去管不管用啊 一般来说是不太管用的 这需要重新做那个动平衡的一个 校准 但是乘用车的动平衡的校准呢 还是比较难做的 大卡车一般都是有那种 叫传动轴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但是它没有办法去做那个乘用车的 因为乘用车传动轴旋转速度要高很多很多 我当时也问过很多坐卡车的那帮人 他们说这个活接不了 一般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维修方法就是重新买一根新的传动轴 哪怕就是买一根拆车的 估计也费不了多少钱 这个供你参考 如果说是像你说的就是靠其他噪声盖住了这个噪音的话 那么我觉得可能是轴承上面出了问题 包括变速箱输出或者分动箱输出轴的这种轴承 包括那个我们呃 轮毂上面的轴承 就我们半轴出来的轴承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花线啊 半轴的那个万象节的这种花线 如果油漏光了出现非常严重的磨粉 也有可能出现这种非常持续的这种频率 会不断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噪声 这种噪声比较大的话 就是那种就像你说的这种嗡嗡嗡的这种响声 这两个思路排查起来应该都不是特别的难 希望你的车子能够尽快的修好 毕竟05年的土瑞也不多了 把它好好养也是非常值得留着 非常值得去保养的一台车吧 好了这一期的情报战区是这样 如果说你用车养车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的问题有代表性的话 下一星期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这个问题 再见